每场音乐会都会出现一些有意思的时刻不是吗 当然每场表演都有搞笑的事情发生 可能我们有必要整理出排名前十的事件 但是会在下次访谈里 Y'all 这是集时尚音乐和视觉艺术为一体的团队 一开始只是朋友们在一起分享彼此的艺术作品 而现在该团队已经成为音乐风云榜上的常客 并以一首Hundred Miles获得了世界级的知名度 我们只是在数年前才开始进入这个行业 那时还只是一个私人团队 我们通过组织晚会活动来表演具有个人理念的作品 通过活动邀请不同的DJ拓展我们的想法和理念 之后我们才组建成音乐组合 我们希望与所有人分享我们的理念以及音乐作品 这一切都是与朋友们一起开始的 参与进来的有设计师 有音乐家 忽然有一天我们决定集合到一起 而所做的就是将自己喜欢的东西分享出去 那时候我们就有开设俱乐部的想法 当然现代流派其中有法国的都对我们产生过影响 在设计方面也是如此 我们共同创建这个项目就是为了让听众们感受到这种情绪和潮流 我们开始要求那些自己喜欢的DJ 因为彼时他们经常会在巴塞罗纳表演 事实上这个项目也是我在大学里的论文主题 我学的就是设计 在一个美妙的夜晚我们开业了 这是一次非常成功的活动 我们的俱乐部已经建立了约三年的时间 并成为了城市里非常成功的会所 很多西班牙的俱乐部都想邀请我们 去他们的晚会上做DJ或者VJ 而在参加了数个大型在西班牙的晚会之后 我们也出现在了贵银行的访谈中 我们有一些新的东西 目前还不方便透露 我们希望他们能够尽快地完成 并能够推出 显然将会是新的音乐作品 我希望通过他们 我们的团队能够占到新的事业高度 作品里会包含有时尚元素 我们将会融合数字平台和精神理念 这都将会在舞台内外得到展现 您都将能够亲自感受得到 令我们感到高兴的是 我们的上一个作品Big Bang 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传播 这很令人高兴 在欧洲和南美洲 比如墨西哥的音乐排行榜中 我们就排在第一位 同时我们还与有着流行作品 著如Litrak的俄罗斯著名 说唱歌手德策尔合作 他是我们的好朋友 大家已经合作过很多次了 可以说这是跨越大洲的合作 与德策尔的合作 总之是非常的开心愉悦 因为他是非常有才华 非常专业的人士 有着很多年的舞台经验 与这样高水平的人一起工作 是非常顺利的 每次的演出都会与上一次不同 今年我们已经在很多大型的活动里表演过 一开始我们有一些紧张 因为之前没有见到过如此多的观众 看到这么多人一起在舞台边高唱我们的歌曲 还有些不习惯 但感觉会很好 之后你会明白 只有认真创作 才能够得到这样惊喜的回报 没必要自己绞尽脑汁去想 人们是否会接受自己的音乐 而如果他们能够舞动起来 举起双手呐喊 这表明我们的音乐传递着正确的情绪 这着实令人印象深刻 有两次 我在会音的时候出错了 但人们依然热情地接受着 实际上是出错了 而且发生了两次 我们总是戴着眼镜表演 因此并不是所有的设备 都能够很好的很清楚地看见 我记得我在自己的电唱机上 不小心按了停止键 我意识到出错之后 却又再次按下了停止键 但人们却因此嗨了起来 这有些可怕 但有时候音乐会上 就是会发生这些意外惊喜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